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比较频繁的区域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蔡家蓁 陈世忠 作品 极客救援 盔甲精灵穿山甲 夜放这一天 这只名叫马二甲的小穿山甲 先是警戒的 文文四周气味 才敢迈开步伐到处探索 联合报 尤昌画 侯立安 吴兹贤 作品 台湾超有才 先砍自己的树 东市领馆处的出云山苗圃 主要培育台湾肖南 扁博等各式苗目 一年出灾数量将近十万株 是造林成功与否的第一关 新永安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翁纯仪 郑雅山 郑立豪 作品 大地共生 如茶掩埋范围大 但检测点太少 再者 检验结果重金属 虽没有超标 但不表示周边农地 就没有受到污染 三立电视台 侯建州 吕备军 李子萱 铺建城 鱼城虎 作品 细导布商 追踪台湾电子废弃物 而只见工人们不断悄悄打打 细分出传统电视里的各式零件 尤其是这块电路板 含金量可是不容扫去 公共电视 吕培林 陈庆忠 颜子为 陈天堡 作品 西江有事 谁偷了我们的沙 沙子为什么不见呢 是抽沙船抽沙造成的海岸侵蚀吗 是气候变异造成的暴潮敲打吗 联力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谢贤熙 林尚云 作品 你的孩子吃什么 你的孩子在学校究竟吃了什么 东西不够 然后抽起来就一点点 好像不够吃 我喜欢的孩子在学校 没有人在学校 在学校里面